澳門近年致力推動非博彩多元領域發展 逐步打造成為演藝之道 政府在招商人之方面作出不少努力 在貿足局與跨部門合作下 去年底成功協助《開心麻花》落戶澳門和橫琴 《開心麻花》是一家北京的文化傳媒公司 在內地深受歡迎 主營業務包括延藝、刑事及藝人經紀等 並發展院士、文女等新業務 《開心麻花》曾經多次登陸出晚 自今推出超過六十部原創舞台劇 首先十分感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以及橫琴政府的支持 令《開心麻花》能夠成功落戶在橫琴及澳門 《開心麻花》未來都希望能夠貼合政府的政策 懂得多元一加四的政策 我們能夠在文女方面持續深耕下去 接下來我們在橫琴及澳門 都會有些事情甚至有些工作發生 包括第一點就是澳門國際喜劇節 這個節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節兩地 即是這個喜劇節能夠在澳門發生 同時亦都在橫琴發生 我們未來都希望能夠以這個喜劇節為一個起點 以十年為一個長遠的規劃 三到五年為一個階段性的實驗 其實我們公司一直都希望能夠在澳門和橫琴去發掘人才 早前有透過一個《開心麻花》戲劇演員的培訓班 跟文化局合作 得到演藝學院喜劇學校的支持 我們就辦了這個培訓班 另外我們都希望能夠做一個長期的駐演項目 能夠以澳門國際喜劇節做一個飾演 我們就希望能夠以後在橫琴那裡 做一個長久的演出項目 希望吸納更多的澳門人去到橫琴去就業 都希望能夠貼合政府的政策 多元發展 橫琴的發展初心就是要支持澳門的產業色度多元化 其中我們的重點就是發展四大產業 其中的文女會展商貿 前期我們知道《開心麻花》作為內地一個非常知名的文女產業品牌 我們就主動跟它接觸 並且向它介紹橫琴、澳門的各個優勢 經過多輪的接觸之後 最終《開心麻花》就正式決定落戶我們橫琴 以及在澳門進行一系列的佈局 其中他們已經明確會將他們的商中心 包括國際的業務和國際版權這兩個總部落戶在橫琴 透過澳門和橫琴的聯動 這個國際的平台 將他們一些IP向外國推廣 另一方面 他們亦都在部署在橫琴和澳門兩地其他一些業務 包括他們已經在謀劃的 會設立一些文女相關領域的培訓 將來會招收澳門人和一些可能大灣區的人去就讀 我們澳琴產業聯動這個新模式 是我們其實近年來一個工作的重點 近期亦都著力針對於配合到我們一加四 當中包括到匯展、商貿、文化、體育這方面的產業 亦都很高興有這方面的項目在近期 是明確去加快推進他們這方面的一個工作 不單止在橫琴會有有關方面的一個投資 而在澳門亦都是舉辦專題的活動 他們都明確提出會在澳門有一些長期的工作在這裏進行 甚至乎是希望和本地的我們文化界這方面的青年人去合作 能夠為他們提供到機會 例如是一些劇目定期的演出 以至是其他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文創這方面的產業 可以在這方面去推進 很想強調的話就是一加四不單止是一個資金 或者是一些具體的一個項目 其實很多方面去到最關鍵都是人才 隨著這些項目的落戶 令到我們在這方面一加四不單止是一個投資的金額的數字方面 而是在我們這方面的配套的一個實踐的機會方面有這方面的支持 我相信是為我們之後一加四這方面的推進 加快的推進能夠提供更好的一個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便利已經在澳門或者橫琴發展的企業開拓澳琴市場 目前澳琴已經建立商市登記跨境通辦一地兩柱機制 即是在澳門也可以辦理橫琴商市登記 在橫琴也可以辦理澳門公司設立手續 直接減省企業時間成本 在2021年11月至今 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商市登記跨境通辦便利服務合共幫助近50例 由二在橫琴成立公司的澳門企業 申請完成商市登記 透過琴舞聯動 將會進一步助力澳門1加4產業多元發展